早上老弟说老妹给她的手机不怎么好了 前几天她用她的奖学金和节省下来的钱 在网上买了一个手机 这个她就给我用了 正好我之前的那个坏了挺久了的 有了这个也挺方便的 到菜场这里了 姨娘说她帮我看着小宝 我才好去拿水果 今天来的太晚了 葡萄都已经没有了 也不知道要什么 就拿一筐桃子去吧 一拿到这里了 好多人都说我带着个孩子还拿桃子卖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面呀 这个毛毛搞的手上都是痒痒的不舒服 幸好小宝没有什么事 这里一早上的就卖了八块 感觉太着急了 得换一个地方了 到大街上去看了一下 在这里还卖出去挺多的 到了下午四点 去接小西瓜放学了 答应她的今天早一点去接她 可不能去玩了 又调回原来的地方 放在这里 让旁边的婶婶帮忙看一下 今天开心了吗 我想吃面 吃面 给小西瓜买了一份火鸡面两块 妈妈你怎么了 我可能走得太快了这里有点痛 走吧 你要吃哪个 你血了 我老师你都吃完了一个啊 不错不错 来到这里了也没有什么人 还是换个地方吧 今天卖的还剩了这么多 这个葡萄是昨天剩下的这么一点都卖不出去了 等一下打拿回家吃了 刚好遇到这个姨娘家的外婆 然后就给她了 准备要回去的时候 姨娘说她有几件去年的衣服不穿了 拿给我看喜不喜欢 今天晚上也不知道吃什么菜了 看这个黄瓜还挺好的 买了三个三块钱 再买一点豆腐两块 回去的路上下大雨了 然后就在这里 好的那在树下面去抖啊 赵胖 死了死了死了打死了 快快快 谢谢你了 好像没有带钥匙 怎么办 早上没有带钥匙出来 然后弟弟去我姑姑家了 他出来了 他才跟我说 然后就进不去了 开了锁花了四十块 今天晚上太晚了 也懒得做饭了 就买一把面条五块的去吃了 这个豆腐拿一把来吃吧 煮油炸好了 把豆腐放进去炒了之后 加一点水煮一会儿 再放黄瓜进去煮 煮好的面条捞出来给小宝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酱油就可以吃了 弟弟妈妈煮面了要不要吃 有弟弟的在这里 吃了吃了 给我吃看 太饿了 哈哈哈哈 哎呦 现在都已经净 你们这凳子 对啊 啊 哦 妈呀 这凳子坏了 哎呀 什么鬼凳子哦 久一点多了 赶紧吃饭吃饭好睡觉一下 我们来照顾 咆等我会照顾 你天生 我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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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照顾 我们来照顾